你怎麼樣是有標識的? 他也這樣 長得像我這樣吧 你已經被馬渣 你被他在看 就被馬渣 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白白可愛可愛 看起來像是國高中生的 檢察官或律師 是因為看那些電視劇覺得很帥 所以有這種想法 有沒有想看屍體的衝擊感 歡迎收看職場練習生 我是彤彤 我是雪神 還沒有訂閱酷皮 那大學朋友們 給你們三點鐘的時間 3 2 1 都訂閱好了吧 如果說你未來 真的出去工作之後 好像真的不想要做 有關於你念的科系的時候 你就會擔心 不符合工作上面的條件 自己的專業 沒有辦法好好發揮在這個領域上面 那我要跟大家說 我就是一個 活生生血淋漓的例子 像我自己是英語系的 現在就是非常喜歡烘焙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貝糕 也在賣貝糕 所以我的朋友都會覺得 你怎麼會做一個跟英語系 不相當的行業 那你會在賣貝糕的時候 特別炫耀一下自己的英文嗎 This is my bagel and very delicious and it's by pretty girl 我們在靠臉的你知道嗎 呃 好那我們等一下呢 請Amanda姐來為我們 分享她的經驗啊 到底要怎麼為跨領域做好準備 我們現在就來問大學生的想法吧 Go 那今天你想要學一些 妳是什麼科系的 廣電師 要做的工作是什麼 拍攝平面 或是廣告代言之類 因為我自己有在稍微經營一下我的平台 IG嗎 對 妳學廣電 但是跟拍攝這些有相關嗎 其實沒有 因為我選的是廣播組 妳有做什麼樣的能力去增進它嗎 像我現在就有在接一些外拍啊 當業攝影 多一點作品 假如想要繼續從事這個方面的話 也比較好上手 說號叫 科技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廣播組 我的IG是 XXX 廣電系 未來最想要什麼 就是這樣 被包養 因為我覺得被包養就是很快樂 為什麼我跟妳講 它有點像黃大 超像的 妳有沒有人都這麼說 怎麼樣是有東西的 被包養 長得像我這樣吧 你已經被馬莎克在看 就被馬莎克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白白可愛可愛 看起來像是國高中生的 即使妳已經28歲 妳可以說28歲 妳現在28歲啊 我現在20歲 她好像在保養欸 主持人可以尊重一下 我覺得我錄不下去了 妳這樣創作者 她有沒有說她畢業想要做YouTube 她下一個頻道叫989 如果妳們有在看YouTube的話 可以去關注一下 妳是想做的 還是跟妳未來都是有什麼關係 很難 還是有一點關係 今天我都花了六萬塊 絕對很貴耶 校長知道了嗎 妳到YouTuber妳做了哪些功課嗎 計畫發想 其實YouTuber很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會去做所有資料的收集 像是所有熱門關鍵誌的查 一定要去查哪些流量性 跟內容計畫機器最高的 就去做那個影片 所以我覺得我們兩個就是 很有才華的年輕人 那如果也有公司看到我們的話 可以簽我們好不好 可是妳就被馬莎克了 那可以簽嗎 歡迎度費簽嘛 呵呵呵 負財心 財財心 播主持這一塊 既然Core傳播 也是講話的 然後也是傳播 那算是有相關的 那同學妳呢 輔導老師 感覺很輕鬆 呵呵呵 其實我覺得還不輕鬆耶 因為結果我最有去實習 是壓力超大的 因為妳要知道很多人的秘密 但是妳又不能說出去 算了 呵呵呵 那我再想想其他 妳有想要去考教程嗎 我還沒想那麼多 那妳已經想好當老師了 想好當老師已經很厲害了耶 要想好當什麼很難耶 嗨嗨大家好 希望你關小戰要開信箱囉 妳生活上有什麼遇到的愛情煩惱嗎 或是妳在感情上有遇到什麼難題 沒有辦法解決嗎 一起來幫妳解決 然後給妳一些小小小小的建議 歡迎到鬧大學的臉書粉絲專頁 私訊我們內容寫下 聽觀測站信箱 然後寫下妳的生活難題 或是妳想要分享的故事 最後再扶上妳的綽號 我們會在每次觀測站的最後 信箱時間挑選兩篇來做回覆喔 歡迎大家到鬧大學粉絲專頁私訊我們 好希望大家踊躍參加謝謝你們 掰掰 上工系 那你們現在讀的科系 也是未來想要從事的工作嗎 沒有要朝這個方向發展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填這個科系 只好燒烤一科 整理跟這個科系 那你現在已經大三 那你為什麼沒有想要轉學考 或是做一些改變 一來之折安之啊 所以你之前都完全沒有想過說 未來會想要做什麼樣的工作嗎 對啊 當天賤師 喔 練師 那你現在有努力做什麼增進進修嗎 之前有 現在沒有 菜籃 那你做過什麼甜點 幾乎都有 馬卡龍最難的 原來那個還好 喔喔喔喔 我會嗆妳 那你會做貝果嗎 麵包類比較不幸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當甜點師 有朋友在做相關的嘛 然後就覺得蠻有興趣的 所以就做做看 那你未來是想要做什麼樣的工作 也是觀光業的 規劃室之類的 規劃一個景點或是什麼 觀光系 未來想要的工作是什麼樣的工作 健身或是餐飲方面 好痛喔 我可以從你的穿著 看得出來你有在健身 可是為什麼還會想要做餐飲方面 就是營養學的部分 都有興趣 就是你跟 那你有這樣子去做什麼工作 或考證照嗎 我自己是有考 健身教育的證照 當初為什麼你會有這種夢想 事先接觸運動 就是日積月累 看到自己改變 就會想要去改變別人 可能大家覺得 健康食物會不好吃 可是會 想辦法用醃漬的方式 或是香料去做體味 健康跟美味是可以運作的 我們現在是大衣法律師 那你們讀的這科系 是你們未來想要做的工作嗎 未來是希望可以的 檢察官或律師 是因為看那些電視劇覺得很帥 所以有這種想法 對 因為還沒想看實體 衝擊感 如果想要當檢察官 還需要就是培養其他的能力嘛 可能這法律系你們學不到的 原能力可能要加強 最基本就英文 德文也是蠻重要的 因為法律它有分 德國的法 跟日本的法 主要都是往這兩個國家在落井修 服務或化學 這類的知識 應該也是要有一點 作案的手法 會有變化之類的 你們有想過 如果就是外檢察官沒有當成的話 是有沒有 另外一個退入 開胖卡 賣餐點傳道這樣賣 每天看一下不同的東西 有不同的心情 現在是讀社會心理學系 我未來想從事 公關類的工作 現在會有想要轉學考的念頭嗎 有 我現在就在準備 加油 我覺得你會成功 謝謝 跨領域你覺得最需要什麼樣的能力呢 對這方面有興趣 假如你對這方面沒有興趣的話 你只會覺得很累 就變成三分鐘熱度 可能現在想做 然後做完 然後算了算完 就換別的工作 對 我覺得是要有興趣吧 願意自我進修吧 因為如果跨領域的話 就是代表說 你沒有究竟的資源 多方面學習 進修自我的專業 把興趣變成副業 勇敢去嘗試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自己讀的科系跟未來沒有關係 將就就是選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那我覺得就是 努力去嘗試看看 終於訪問完了 那今天訪問下來呢 我發現其實同學 他們都覺得 興趣是最重要的 興趣這很重要 不然你這很難堅持下去 那到底跨領域找工作 是不是真的很難呢 那我們就請 Amanda姐來替我們解答啦 那我們就趕快去看看 大學生有什麼樣的問題吧 Amanda姐 這位同學有話要對你說 大學畢業到職場之後發現自己找的工作 跟大學四年所學的東西 比較沒有相關 到職場之後再學習 會不會太慢 會不會因為主管知道我的科系 跟從事的行業沒有任何的相關 而把我刷掉 如果以後要去應徵一份 不是本科系的職業 它要如何突顯出自己的專長 同學的問題Amanda聽到了 人生的重要 不在於起點 而是在轉折點 跨領域 我們也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轉折 三件事情能不能成功 第一個就是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天賦 第二個就是 你有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第三個就是 你的能力能不能轉化為 你跨領域的專業 其實我是念哲學 我相信再也沒有比哲學期 在找工作的時候更尷尬的了 所以當時呢 事實上我選修了一個雙學位 就是念會計 但是因為我的數量很差 只要看到Sigma呢 我就直接開始睡覺 一修二修三修四修 反正最後這件事情就當笑話 但是沒想到 不管我後來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會計的能力 跟所謂念哲學思考的能力 都對我帶來很大的幫助 就像是我們在玩傳說對決一樣 你永遠都只定在那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你是很難終關全局 但是當你擁有很多不同的能力 以及不同的專業的時候 事實上你可以比別人擁有 更寬廣的空間 而更多的機會 有同學問到 在職場上他其實做的事情 跟他自己的所學不相關的話 到了職場學期會不會太晚 其實一點也不會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被電視台錄取當記者 但是我其實不是念新聞的 所以有可能電視台就看中了我某部分的能力 但是呢我到了電視台以後呢 前三個月我就一直不斷被主管留下來練習 如果有機會在跨領域的這個職場工作 希望你還是要每天精進你的專業 還有人會問 會不會你不是他們的相關科系就把你刷掉 其實這還要是要看專業的 例如說你很有做業務的能力 那你沒有這個專業 或許把你網羅進來以後再加以訓練 它就沒有什麼差別 還有人問到說我如果是應徵 不是非本科系的工作 要怎麼突顯自己 我覺得你要把自己的科系當成一個加分的項目 現在的科系也非常重視UIUX消費者體驗啊 假設你是念藝術的 比較有這方面的涵養的話 或許我還可以在 禁用更多不同角度的人來增加公司的多樣性 今天呢跟大家談跨領域 事實上能力不嫌太多 專業不嫌太少 所以今天介紹給大家這本書叫做 畢業五年決定你的一生 多半都是在教你怎麼樣去備能力 可能有拓展著賣的能力啊 時間管理的能力啊 定位自己的能力啊 這本書推薦給你 講了這麼多同學們你現在念的到底是什麼科系 那你又想要跨什麼樣的領域去找什麼樣的工作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哦 那記得追蹤董董的個人頻道 還有選選的個人頻道啦 等一下還有下個節目想先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現在是董璇的姐妹戰考驗時間 最喜歡的顏色是 粉紅色 最喜歡的迪士尼 女主角是 貝爾 剛剛有說 對方鞋子的尺寸 24 好 打 讚 差0.5不算 最喜歡的唇膏品牌 YSL 哦 我買不去YSL 哦 哈哈哈 理想型為例還是太 3 2 1 拔了 哈哈哈 哈囉 歡迎收看小鈴鐺 今天就來問問看大學生 會不會跟家人報備交往狀況吧 我來跟我說我覺得這女生不好 因為他沒有跟我打招呼 跟女的互動我覺得也不可以 結果沒想到過敏多久 我覺得就被分手 就那種信息兩隻小鈴鐺 然後他剛剛有事那種 那個是渣男 然後我會常常跟他說 欸有這個男生 然後他會說這個好醜 你們好壞 欸